在福建省连江县,一座座钢铁岛屿屹立在海中,它们是做什么的呢? 现在的渔业发展以生态绿色化、设施工厂化、数字智能化为趋势。 我身后的海域有11座大型的深海养殖平台,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其中的一座定海湾一号。 一台台科技感十足的养殖装备,为我们延展了现代海洋牧场的边界。 从近海不断向深远海拓展,我们沉船靠近其中的一座,定海湾一号显露震身。 我们现在就沉船来到了定海湾一号养殖平台。 我发现虽然我们是在海上,但是这个平台真的是很稳啊,它是怎么做到的呢? 我们这个平台差不多将近两千,面积差不多将近两千米方。 我们平台有五个毛在定位,可以看来可以达到数据一下。 我们面前的这个毛毛里面,它都养殖着什么呢? 目前我们这里面养的都是大虚族,大黄鱼。 定海湾一号将大黄鱼养殖区域从200米的建岸向三公里的外海拓展, 平台整长60.9米,穿32米,升17米,同时捧拿20多岸为优质大黄鱼。 可以说,鱼在这里养殖就像建的健身房一样每天都在锻炼。 跟传统网香作业相比,现在的养殖平台不仅空间大,而且用人还少, 无需大量人力就可以轻松熟鱼。 由于大黄鱼可以活动的区域变大了,水流变大,枣味, 符合生物种类也丰富了,鱼能够在里面更接近自然状态生长, 肉质自然会更鲜美。 身上你看,收场,跟天然的没有什么区别, 然后你看身上都金黄黄的,看起来你看多漂亮,多吉祥, 大部分都是花到全国各地。